神书菩萨杀猪典画李屠夫 相传古代有个李屠夫养了两头猪 这两头猪一公一母非常恩爱 每到晚上公猪都不敢睡觉 他生怕李屠夫趁着他睡着 把母猪拖出去宰了 然而日久天长 母猪每日无忧无虑 长得的是彪肥体壮 而公猪每天都熬夜放哨 所以身体是日渐消瘦 这天公猪听到李屠夫 正和妻子商量过年时 要把母猪杀掉卖肉 公猪听后非常伤心 并且从此性情大变 每次吃饭时都会把母猪拱到一边 不让母猪吃饭 还逼着母猪每天晚上放哨 而他自己则呼呼大睡 转眼已临近春节 母猪非常伤心 他感觉公猪已经不爱他了 母猪由于时常熬夜还吃不上饭 所以体重也是很快就瘦了下来 而此时的公猪每日吃饱喝足睡大觉 所以很快就长得彪肥体壮 这天李屠夫发现以前肥瘦的母猪 如今瘦的皮包骨头 而公猪则长得彪肥体壮 还不停地在猪圈中奔跑 吸引李屠夫的注意力 李屠夫见此便决定载掉这头公猪 在公猪被拖出猪圈的那一刻 公猪对着母猪笑着叫了几声 仿佛再说傻媳妇我不在了 以后你少吃点 此时母猪才幡然醒悟 原来公猪之前性情大变 都是为了替自己去死 母猪悲痛欲绝 七力惨叫 她跳出猪圈横冲直撞 想要救下公猪 此时文殊菩萨化成一个年轻大汉 正在街上闲逛 她听到这七力的猪叫 听出了里边的相思和不舍 便寻声来到了李屠夫家 文殊菩萨见李屠夫和几个村民正在捉猪 她急忙拦在众人面前嘲笑道 不就是两头猪吗 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此时的李屠夫正为捉不住猪而恼火 此时又听到文殊菩萨这么说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地骂道 狂妄 你真是好大的口气 有本事你来抓 如果你独自一人便能抓到这两头猪 我给磕三个头 如果捉不住 那你就给我磕三个头 文殊菩萨笑着说道 好 一言为定 说完 文殊菩萨就走到公猪面前喊道 李大宝 谁知这头公猪竟然叫了一声回应文殊菩萨 之后便老实地趴在文殊菩萨脚下 李屠夫见此惊骇道 别杀这头公猪 去杀那头母猪 文殊菩萨点了点头 便走到母猪面前道 高翠兰 谁知 这头母猪也叫了一声回应文殊菩萨 之后也老实巴交地趴在文殊菩萨脚下 此时的李屠夫满头大汗 他伏地哭着对两头猪说道 爹 娘 你们怎么成这样子了 文殊菩萨此时说道 因果循环 众善因得善果 你父母生前跟你一样常常杀生 所以如今才会落得这般模样 李屠夫此时也知眼前 这大汗定是菩萨所化 他跪地祈求菩萨能救救他的父母 文殊菩萨道 想要救你的父母 必须效仿大势之菩萨 多做善事 多多积德 把这些功德都回向给父母 而你则需要多多放生 用这些放生的功德和众生结善缘 从此之后 李屠夫行善积德 成为了一个大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